第四十四集 第二优秀和最优秀的骑士雕像 你有没有见过 哪座雕像刻画的 是一个名人坐在汽车上 没有 我也没有看到过 然而在汽车还没有被发明 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 有许多伟人的雕像 表现的都是他们骑在马背上的样子 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 坐在汽车上的名人雕像 是因为像汽车这样大型的人造物品 都不适合做雕像 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造物品 都不适合做雕像 雕塑家们喜欢临摹的 是自然生长出的物体 他们选择的对象通常包括 人 动物和花草植物 一个好的技工 只要有锤子和枣子 就能够用大理石 雕出一辆汽车 但是要想雕出一匹马 则只有艺术家才行 还记得菲迪亚斯在帕台农神庙中梅上雕刻的那些马匹和骑士吗 那些都是浮雕 用浮雕的手法雕刻马匹要比用原雕容易得多 因为如果是浮雕 马匹便是背景的一部分 不需要站立在地面 四肢也不用支撑身体的重量 骑在马背上的人物雕像 也叫做骑马雕像 罗马人做的骑马雕像 比希腊人好 因为他们更了解 如何让马的四肢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但是自古罗马之后 整整一千年内 再没有出现任何好的骑士雕像作品 后来多纳泰罗 制作出了第一件好的骑士雕像作品 她的那张作品 比真人还要大 是用铜雕的 多纳泰罗花了整整十年时间 才完成这座雕像 并把它安放在意大利的帕多瓦 这座雕像刻得非常精美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二了不起的骑士雕像 如果你喜欢 也可以这么讲 它真正的名字 真的很难记 不但读起来很拗口 也很难拼携 雕像中马背上的骑士叫做加塔梅拉塔 这座雕像就叫加塔梅拉塔骑马像 是不是很拗口啊 在我们这一集的图文赏西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座加塔梅拉塔骑马像 请注意啊 这匹马看起来有多强壮多结实啊 加塔梅拉塔是一名士兵 在文艺复兴 士兵们骑的可都是真正的战马 他们必须非常结实 才能支撑得起穿盔甲的士兵 他们也得非常强壮 才能够冲锋陷阵 就像足球队中的前卫一样 力量十足 我从没见过真正踩在球上的马 多纳泰罗也没有见过 但是他必须在这匹马一条腿底下放一只球 这样沉重的雕像才能固定不会跌倒 也只有这样 马鞍上的骑士才能做得稳稳当当的 如果说加塔梅拉塔骑马像 是世界上第二了不起的骑士雕像 那么最了不起的是哪间作品呢 再回顾一下 自有雕塑以来的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的发展时 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 世界上最优秀的和第二优秀的骑士雕像 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的 并且都是由居住在弗罗伦萨的 金匠制作的 而且这两件作品雕刻的 都是坐在战马上的士兵 都安放在一座离弗罗伦萨不远的 意大利城市 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雕像的雕刻家 名叫安德烈亚韦罗基奥 韦罗基奥并不是他的本名 而是他曾经师从的金匠的名字 有趣的是啊 韦罗基奥在意大利语里的含义 正是真正的好眼力 很显然 这个名字对他来说 绝对是名副其实 这座雕像雕刻的是 威尼斯军队的总司令 名叫克莱奥尼 所以 多纳泰罗雕刻了 加塔梅拉塔骑马像 而韦罗基奥雕刻了 克莱奥尼骑马像 克莱奥尼是一位出色的将军 他指挥有力 英勇善战 可以身穿盔甲和军队中 跑得最快的士兵赛跑 他很好学 经常鼓励军营中的 艺术家和学者们 他为人还十分的谦逊 节制饮食 作息规律 因严谨诚实而著称 克莱奥尼去世的时候啊 立下遗嘱 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 威尼斯共和国 不过有个条件 那就是 威尼斯必须要为他 做一座雕像 放在圣马可广场上 在圣马可广场上立雕像 是违反威尼斯法律的 所以 威尼斯人 以为拿不到他的财产了 但后来啊 他们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他们想起来 有一座建筑 叫圣马可学校 学校前面 有一个小小的广场 他们就想啊 那个广场 不可以叫做圣马可广场吗 所以啊 他们就让 韦罗基奥 做了一座 克莱奥尼的雕像 放在那个小广场上 这样 他们就可以 拿到克莱奥尼的财产了 韦罗基奥 这座雕像 平衡得很好 所以不需要 在马抬起的前腿下 放一个球 因为雕像 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基座上 韦罗基奥 便把克莱奥尼的五官 刻得比较夸张 这样 人们从地面上看上去 它就刚刚好 在我们这一集的图文赏西里面 大家也能看到 这一座世界上最好的雕塑作品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奇事雕像 韦罗基奥的克莱奥尼奇马像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一集的故事 也欢迎您点击APP的右上角 把我们这一集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